它水中的泥丘生命力比较强 容易存活 因此大家买泥丘放得多 结果是泥丘的价格上涨 抓泥丘的人也增多 有人认为放生带来更多生命被抓 这是毁坏生命 但是我们不买来放生 就会被人杀掉 到底怎么办 这个要有智慧来处理 放生是好事 你不要定的日期 我哪一天做发会了 通知这些捕鱼捕虾的人 说我要放生的 你们大量去补 这个不是放生 这是杀生 这是害众生 这些补杀的说 他今天有生意 他拼命去补 多赚一些钱 就是错了 放生 是不定期的 也不是可以的 佛教我们放生 你平常到市场 你去买菜 偶然发现 有活的这些动物 你细心观察 它能活得下去 你去买它 如果它受了伤了 它活得不久了 你就给它念三皈依 你就给它念佛回向 为什么呢 它没有办法存活下去 所以得有智慧 否则的话 那就变成古德所说的 慈悲多祸害 方便出下流 你没有智慧 你慈悲反而造成祸害 让这些人到处去抓 这就错了 死随寺庙在庙会的时候 不要放生 不要在寺庙的庙会 为什么 这是那些 抓这些动物的人 他们注意的交调 你们常常庙会的话 只要有庙会 所以那一天就打听到 就拼命去抓 所以这是错误 方便生还是不定期的举行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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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